在大约三、四个月前 Fever Sound.com 收到一个来自台湾音响厂商的电邮 希望借他们的喇叭给我们试试 在一个月后,终于见面了 但不是厂商送的喇叭来 喇叭没有送来 反而是厂商的负责人自己送自己来 来到我们试音室和我聊了一个下午 互相认识了多些之后 才正式将他的喇叭送来 如是者,这个喇叭就在我们试音室 试了差不多一个月 这对喇叭就是台湾六港音响的喇叭 台湾的喇叭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试试 比它便宜的亦试过,比它贵的亦试过 但这对喇叭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背后的故事都相当有趣 它的声音亦和我估计的不一样 我们今天和大家谈谈这个六港喇叭的Spony 28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来自台湾六港音响的Spony 28 这一对二路反射 低音反射式的喇叭 很大路的设计 但在谈谈喇叭之前 先和大家谈谈六港音响 六港音响其实就是 六港本身是台中的一个城市 是市镇 但六港音响不是在六港 就是沙田澳,不在沙田 柴湾国家不在柴湾 铜锣环山道不在铜锣湾一样 六港音响其实是在台北 35年之前已经创立 早期他们主要是做音响产品代理 例如他们也代理过哈巴货 或者Cary Audio 的产品 到差不多20年之前 他们决定创立自己的喇叭品牌 决定做自己的扬声器 现在六港音响的负责人是施政谦先生 其实创办六港音响是他爸爸施福庆先生 有两副子 一个是主力产品研发 另外一个是负责品牌的推广 厂方见面也是与西施政谦先生见面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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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跟很多台湾的扬声器品牌一样 六港音响的扬声器都是走比较平实、坚实的路线 他们不是在外观上做很多花神东西 他们在用料、单元、设计上做得比较好 他早期的扬声器有三款型号 但现在就集中两款 分别是小小小的Spawni 200 和大小小的Spawni 230 我今次试试就是小小小的200 说明是比较小对一点,但实物是大对的 我们去开箱看看 大家看看实物就知道了 是书架扬声器,但你看到箱吗? 这么大? 很大 这个木屁非常漂亮 是大书架扬声器,肯定是大书架扬声器 我们开箱单元看看 箱单元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英国扬声器的样子? 首先,扬声器是非常重的 为什么这么重呢? 因为双身都是用MDF 木板做的 但厚度有一寸 这种厚度是可以杜绝了双身自己的鞋针 是差很远的 所以扬声器这么大对就是这样 而生产这个箱体也是回到台湾 是请到台湾尊重木工的老先生 一只一只这样做的 所以就这样看上去 首先,木纹完全对称 而且造工也相当上乘 简单单的,哪位你摸下去就知道 扬声器其实是非常简单 中低音直径是200mm 所以形号就叫Spoiny 200mm 就是这样的 扬声器其实外观很简洁 二路二单元,低音反射空向前 然后后面密封箱 Single Y 的设计 放点POSE 看看单元 整支扬声器我觉得最贵的地方 最贵的地方 应该相信非用单元莫属 中低音就是用丹麥 Audio Technology 的单元 Audio Technology 的单元 可以说得上是这个世界上 数一数二 最靓声 我不是说最贵 贵过它的油,它也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Audio Technology 的单元 是数一数二是最靓声的 中低音 然后高音就是用了另一个厂家品牌 那厂家的名字我就不懂得读 因为我查Google也查不到 我打了在螢光幕道 亦是丹麥的品牌 用高音单元来做 这两个单元 其实在单元界都享负盛名 对单元广告的发烧友 都对这两个单元的品牌 是完全不会陌生的 而且是对于它非常有信心的 而这个喇叭的两个单元 当然是丹麥精工去制造 亦是相当上升的单元 所以喇叭其实其中一个很贵的成本 就是落了单元 而单元的质素亦直接影响到声音的表现 在中场休息的时间 就和大家重复重要信息 就是未来2019年6月7月9日 3月端节假期 在尖东富豪酒店和帝远酒店 有小弟VivaSund.com 主办的第四届香港影音波栏 企流动音响展 到时获得贴地音响、精品音响、特价业 四级家庭影院等等 另外今年的主题就是 家居音响、大家居、小家居 都是一个適合你家居玩和摆的音响产品 到时见利 分音器方面 还有特色 因为一般的分音器 通常的喇叭是线路板 然后有很多零件来做分音 这对喇叭里面的分音 首先是全部人手看折 人工搭棚做的 首先是内容 以及经过的电子接点少很多 电容亦做了精密的配队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电容可能买100粒 但其实每一粒数值都有误差 就是人手配对左 之后的数值准确 和配合之后才会安装在喇叭里面 所以规格上会有相当出色的表现 厂方说这种设计 可以令到喇叭的声音速度快 失真低而且容易推 但是… 但是… 看规格这个喇叭的灵敏度是86.5 压定左矿是8Ω 可承受功率是100W 考虑到分音器 设计上是比较简单和直接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大部份的能力被单元咬了 我夹的矿音机主要用两部 第一部用Reference 确认Diablo 300 接着就是用三Master的胆机 KT150的单端并联方式 去做放大的合并式胆机 No.15.3 那个也挺好力的 两部AIM 一部原子粒 一部胆机来试一试 究竟这一对Spoey 200 六港音响的台湾喇叭的声音是如何 好,说回声音 它的声底其实不是英国喇叭的声底 知道它是用Ideo Technology的单元 丹麦的单元之后 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欧洲高分色力派的那种声音 德国丹麦的喇叭都比较像 和英国的样子不是很相配 说起结像真的要说一说 因为看到一个箱体这么大的喇叭 通常做声长结像 就不会像小的喇叭那样 可以令到喇叭箱这么容易隐形 或者隐形的程度这么厉害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玩开的都明白 但好像这一种我们所谓的大书架喇叭 其实难免都会有一些双声 甚至乎双声反而是吸引力的其中一样 亦都是调声的一部份 但这一对喇叭 虽然它的双声是有很大 但双声就算开大音压或者低音很厉害的时候 其实你控制它的双声 不单止没什么震 而且你控制它的双声也很小 基本上双声作为音厌的一部份 它是很低很低 所以它的声音其实是挺中性透明的 被避免我的眼神 快醒快醒 被避免我的眼神 被避免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一个人就在傍晚 起点的台北City 另外一样就是 你看到那个双声有方式很大 又承认 它的低音可能会比较多 但现实又不是 现实的低音 三频的表现做得很平均 它不会多了高音 少了高音 或者多了低音 或者少了低音 它做出来的声音是 中低音的音色平衡度 非常之中性 但受惠于单元质素是非常之高 所以声音的密度 和细节的第二个音乐都做得相当不错 刚才说它比较中性 这件事就是我换了扩音机 由原子粒机换到胆机 在这部分就能显然出来 因为换了胆机后 首先KT150 单暖并联 其实推力也很高 然后这个喇叭告诉你 它也是多多都有 如果不是查资料 知道它的分音这么简单 其实我估计它里面的分音应该很巨型 因为真的挺能吃到力量 如果大家想令这个喇叭发挥比较好 功率是一定要有质素 这个是一定的 换了胆机后 整个声底就又转了 由这个比较现代的声音 高速、高密度 就变成一个声音 圆润、烟硬一些 有一种很讨好人的音色出来 所以这对喇叭 它也真的挺有观察的感觉 就是你后面中间那一项 给它什么 它基本上都可以表现出来 讲究一些规模感的选段 例如一些古典乐章、搭唱 或者要求一些能量感强的音乐 它都是恰如其分地做出来的 今天跟大家介绍台湾六港音响的 Spoi 28 的二路低音反射式的 书架喇叭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影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未订阅我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着频道旁边的钟 就是有新片出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陪你到日处 把你看清楚 哭到你也能及 你也不出伤心 你也不出伤心 你也不出爱 不出爱 我之间的距离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开心也好 哪儿来人对爱 你自己也不想要